教大家以最低的价格耗到YouTube会员 现在的YouTube会员低价区 我建议大家选择土耳其区 本来印度区是最便宜的 但是印度区因为被玩坏了 现在印度区只能用印度当地发行的信用卡才能通过 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才10块钱多一点 换算成新台币一个月49新台币 换算成港币12元港币一个月 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区的价格购买YouTube会员 一个月就要12美金 我们如果订阅像土耳其区这样的低价区 那么一个月就会帮我们省足足10美元到11美元多 打开YouTube会员订阅页的网站 YouTube会员订阅页的网站会贴在视频的简介里 这里要注意的是 你必须使用土耳其的IP节点 你要挂上土耳其的IP 然后再访问YouTube 订阅YouTube会员时 就可以用土耳其的价格了 点击订阅会员 这个时候就要求你输入银行卡的所有信息 如果你没有维萨万事达美国运通等外币卡 那么你可以去中国的银行自己办一张实体卡 比如说招商银行的维萨双币卡 中国银行的长城跨境通储蓄卡 还有 普发银行的美国运通信用卡 这些我都推荐 你也可以用虚拟信用卡 虚拟信用卡 我推荐大家使用Foton Card Foton Card的虚拟信用卡平台 支持开很多种维萨和万事达的卡头 而且所有卡都支持3DS验证 并且可以在所有需要维萨卡或万事达卡的支付场景中成功支付 我现在用一张在Foton Card开的虚拟卡给大家演示 接下来就照着我的操作就行了 输入银行卡的所有信息 卡号 赤卡人姓名 安全码 有效期 点击购买后 你可能会购买成功 但也有可能会出现像视频这样的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打开Google Pay的官方网站 让我们去Google Pay的官网 在开始之前 你要先确保你的Google Pay账户 创建了一个土耳其的付款资料 如果你发现你的Google Pay账户 还没有土耳其的付款资料 那么你先去创建一个土区的付款资料 然后再接下来看我的视频步骤 点击上方的付款方式 我们点击添加付款方式 在这里把你的银行卡输入进去 至于地址 可以直接在搜索引擎里 搜索土耳其虚拟地址生成器 然后填写一个虚拟地址 现在你的卡已经成功绑定到土耳其区的Google Pay了 我们回到YouTube的会员支付页面 继续支付 现在我们可以用Google Pay绑定的卡支付 输入卡的安全码 现在我们再点击购买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成功订阅YouTube会员了 YouTube会员可以后台播放视频 还能无广告刷视频 而且YouTube会员还能观看YouTube的原创节目 唱听YouTube音乐 YouTube会员低价区的排行榜是 印度区、土耳其区、阿根廷区和乌克兰区 我建议大家选择土耳其区 土耳其区一个月才30里了 直合人民币也就才一个月10块钱 换算成新台币一个月49新台币 换算成港币12元港币一个月